為什麼武器插在那裡? 就是看起來很爽啊 看起來還蠻爽的 爽那個頭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Studio Series 91號The Fallen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Leader Class的盒子從外面是看不到玩具的本體 那正面有一個非常漂亮的盒繪 電影Revenge of the Fallen Studio Series 91號The Fallen 看到盒子的側面有它的一個大頭照 看到盒子的後面則它的商品有 人形以及這個硬凹形態 它這個面具是你要自己再安裝上去的 另外一面還有一個全身的圖片 那它一樣有附帶一個展示台 展示台的背景就是電影第二集的一個場景 那你這個玩具呢載具是擺不下的 你是要用人形擺在這個地方展示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 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呢真的是有看沒有懂 這個說明書非常的難理解 尤其是這種硬凹的載具形態喔 這個說明書圖片超小的 看不太懂這個東西把它丟到旁邊去 配件方面有附帶 兩根這個應該叫做法杖吧 在電影裡面是有出現過的 那它就是灰色的塑膠件沒有任何的塗裝 那是軟膠件 看起來質感是比較差一點的 兩個呢在尾端是有結合的點 你可以把兩個連在一起 然後變得非常非常長一把喔 這麼長 嗯大概比我短一點點而已 那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下呢 它有安排一個收納的地方喔 在這邊有個凸 對應這個載具 這邊有個洞 這個東西呢就是把它 督在這邊 那這個洞呢偏小 所以督不太進去 很難督喔 應該沒督錯吧 說明書上面是說這個洞沒有錯 欸督進去了督進去了 應該是角度問題啦 角度抓對了好像就沒有那麼緊了 欸你看這個載具有閃架了喔 這個我們待會再講 好良保武器都安裝上去 看起來大概就是這個感覺啦 看起來真的是不怎麼樣喔 一點都沒有加分到 不帥也不屌這個東西呢 真的要把它拔起來丟到旁邊去 這一款Studio Series的The Fallen 算是大家都還蠻期待推出的一個角色 那電影第二集呢Studio Series已經推出了Megatron Starscream 就插這個The Fallen 那我有拍過電影第二集當時所推出的那個老物 裡面就有很多留言希望Studio Series也能推出這個新版的Fallen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看到它的機頭 這個應該是機頭啦 那The Fallen呢在電影裡面是完全沒有變形的 它也沒有什麼所謂的載具形態 這個就是真正的那種In-Out形態 前端這邊有一個這個造型喔 這邊這個有一個洞 然後駕駛艙呢使用的是通明件 有一些橘色的組裝 兩隻手一樣是掛在這個外面喔 跟之前那個模具也是一樣的 然後這次呢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在人型之下會連接它的手臂還有身體 算是造型的一部份 但是我個人覺得是非常失敗的一個設計喔 再來它的腳跟舊版一樣也是這樣子擺在外面 有點像是營造一個翅膀喔 但是這個以空氣力學來說的話呢絕對是飛不起來的 然後它的一雙手臂就是在後面這個地方 等於就是把這個Fallen做一個非常高難度的瑜伽動作吧 那看到機尾的部份呢就是這種感覺喔空空洞洞的 沒什麼東西啊翻過來看的話就像這個樣子 它是沒有任何起落架的喔 那這款Fallen在載具形態之下呢我覺得真的是不怎麼樣喔 甚至比它舊版的還差 如果以這個外型來說呢好不好看喜不喜歡見人見智 那也沒有所謂的還原問題 畢竟它電影裡面根本沒有出現過載具形態 那為什麼我會說它非常差呢第一個就是它的一體性問題 這個東西我說是一個失敗的設計喔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扣不緊喔 你隨便碰到一下呢它就很容易掉了 這邊有一個卡扣 但是我很怕弄送它 這個地方很容易鬆掉 然後你看整支就掉了 整支就掉下來了就是這樣沒錯 因為這一個接口呢它非常的容易掉喔 這東西你隨便轉一轉它就掉了 轉到一個角度就掉了 所以說在變成載具你要把它全部都扣到位也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啊還蠻糾結的 然後你看這個很容易掉呢這個變成一體性就不好 你稍微碰到一下它可能就會掉了 這個是我覺得最失敗的一個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它另外一個卡扣 下面這邊呢有兩個連接的卡扣各位可以看到嗎在這邊 這個卡扣也是扣不緊的 所以說變起來就會很糾結 變形是很簡單但是你看這個卡扣它很容易爆開 就這樣子它就自己就彈開了 稍微碰到一下可能就彈開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情況喔 所以說我就覺得這個載具呢玩起來很不爽 然後造型說真的也沒有說什麼特別好看特別還原 反而這個東西反而這個法杖 之前我在錄舊版的時候呢很多人就留言說希望有一個法杖可以讓它握 這一次有出就算是彈補了一個缺憾了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就把這個上一個版本的Foren拿出來比較一下吧 那擺在一起呢它們兩個大小其實沒有差很多 頂多就是這個腳髒的比較開啦 那載具型態之下舊款的這個完全不輸新款喔 我看不出來哪裡有輸它 畢竟兩個都是陰腦模式那這個扣起來卡扣都非常緊喔 所以一體性不錯也不用擔心這個卡扣鬆了 另外一款呢你要玩的時候你就擔心這個一碰就掉那個一下就鬆開 這個玩起來就比較不爽 再來第二點舊款的這個它有起落架它有三個起落架 新款的這個居然沒有半個起落架喔 那我有說過嘛如果是飛行的載具呢我都希望能夠設計一個起落架 更有一種真實感吧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好那剛才這個卡扣都已經鬆開了 我就以盡量不掉的方式喔來變變看 來看看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掉了好不好 那首先呢這個卡扣鬆開了另外一邊也把它鬆開這個 稍微弄一下就開了喔很容易的 接下來把它翻過來喔我剛才說這兩個很容易爆開的卡扣 這個已經鬆開了這個都把它放下來就好 然後接下來呢就可以把這整片把它往下翻 往下翻翻到底然後翻到正面來 把腳旋轉到對的位置它有兩個關節可以旋轉 腳掌把它打開來稍微調整一下那一隻腳呢基本上也就完成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喔這個變形還是蠻簡單的 腳把它打開來旋轉到正確的位置腳掌都打開 稍微調整一下那下半身就完成了 接下來把這塊蓋板把它打開來 然後這邊有個雙關節把它往下移 頭稍微抬高一點把這塊蓋到它的胸口 頭再放下來 手的話呢在這邊有一個卡扣扣住的 要把這卡扣給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卡扣給鬆開來 然後把它的手整個的往下放 肩膀這邊有塊部件要把它翻到底 這是一個軟膠件然後手呢就可以把它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把它放下來接下來就是後面這塊東西喔 這塊東西等另外一隻手變好 好另外一隻手我們簡單的變一下喔 把它放下來然後就是這兩塊東西喔 這兩塊東西呢各位看在這邊喔這個已經掉了 好這邊有縫 然後這塊東西呢在這邊上面這邊有個凸 這個是要扣在這個地方的 欸我這兩塊好像裝顛倒了欸 我沒有注意到欸這兩塊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這兩塊要扣在這邊然後兩片要把它合在一起 欸那我載具形態的時候好像有錯喔 啊沒差啦那個載具還是一樣 我跟你講不管你插對插錯都是一樣 還是很容易掉 好那這個把它督進去 這個好扣進去了 那它背後呢大概就是這種感覺這邊是可動的 那這邊可以往上抬你看這個又掉了 這個是非常容易掉的啦 把一些東西稍微把它捏緊 最後就是把它稍微的調整一下 那它從載具變為人型的變形過程就這樣 打工搞成啦 在變為人型之後 絕對就是這款玩具最大的一個亮點 那無論從配色或者是人型整體的造型 還原度都可以說是非常的高 至於連接身體的那兩塊東西有沒有這麼大 說真的我在看影片或圖片是覺得沒有到那麼大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呢做的是非常非常讚的喔 那這個呢也都有上塗裝是一個軟膠件 上面這邊還有一個非常小的細節刻畫喔 像一個動物的頭 那這個頭雕也很像狂派的標示 這個東西是可以拿下來的 而且它偏鬆 它很容易掉 它並不是說扣的很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卡扣就掛上去而已 然後呢它裡面這塊東西灰色的這塊 這塊東西在這邊有一個卡扣 它這個東西也很容易掉下來 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下 這兩個卡扣呢扣的其實不會很緊 就是掛著而已 那拿下來就可以還原劇中 它被大哥打到這個面具掉了喔 整個這個頭露出來痛哭流涕跪地求老 最後還被大哥一拳打穿 這張臉就出來了 QQ臉GG臉 那這個細節刻畫還有塗裝各方面都相當不錯 而且有這個設計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加分的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就是它這個透光性非常的好 我現在沒有這個燈啊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講它眼睛喔透光性非常的棒 然後看到身上呢有蠻多的塗裝點綴 質感是有營造出來 還原度也是有的 看起來是真的比較接近電影裡面那個The Fallen 腳呢取消了這個彈簧設計 所以站的是蠻穩的腳掌也蠻大 那看到人物的後面 因為這種身型的人物喔 背後其實也沒有任何這個載具的零件 所以看起來也是非常乾淨 這兩片東西呢我是覺得真的是有點多餘喔 為了加這根東西而設計這個東西把它扣在這邊 我覺得根本沒什麼必要 而且它也是蠻容易掉的 可動性方面 頭它就是一個球型關節喔可以旋轉 然後這個東西就掉了 我們看裡面這個旋轉是沒有問題的 肩膀360度不行 因為你後面連著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連著的時候你肩膀動喔 它會跟著連動 是有那麼一點意識的喔 但是呢其實這個球型關節它很容易掉 所以如果你稍微粗暴一點它直接就掉了 你就要一次一次把它裝回去 它活動範圍是有限的 然後這個東西呢 它這個東西也是會鬆開的喔 不是說扣在這邊 就不會掉了喔 所以說呢這個就限制了它的可動性 那這邊有一個連動的機關也給各位展示一下 像手往上抬 這邊會有一個連動的機關 然後這個球型關節又掉了 這邊有一個連動的機關是長這個樣子 各位知道就可以了 然後二頭肌這邊可以旋轉 但是也是被這邊限制住 除非你不要接這塊東西 但是掛在這邊也不好看 除非把它長到後面去 解決的方法也是可以啦 就是把它拔掉嘛 那二頭肌是可以旋轉的 手腕這邊也可以旋轉 然後可以往裡往外 二頭肌彎曲的話可以超過90度 因為它變形的需要 那腰是沒有腰轉 腳往前踢的話可以踢到蠻高的 往後的話也是蠻不錯的 往外的話大概是到這個幅度 沒辦法劈腿 膝蓋這邊有個關節可以旋轉 腳下面這邊還有一個關節也是可以旋轉 也是可以旋轉 然後腳底呢它是有一點接地功能的喔 那在人形之下我覺得外型是絕對沒問題的喔 這個是OK的找不到什麼缺點啊 那以玩具來說呢這個玩具我就覺得說 把玩起來不是那麼的舒服 尤其是變形過程 這個東西常常會掉你常常要把它接回去 這個就大大的影響了變形的手感 如果說為了追求這麼一點還原度 而犧牲這個玩具好玩的程度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它所附帶的武器 武器也讓它來拿一下好了 大拇指這邊有一個勾喔 它就是一個圓讓你放武器的地方 那你要直接放進去不好放喔 你還是把它兩個從中間分開來 然後穿過去一個之後呢 再把另外一端銜接起來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拿上這個髮杖喔 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你們人類都是蟲子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再把這個舊版的拿出來比較一下 哎呀人家啊您看看您看看 這個是以前的Voyager Class 這個是現在的Leader Class 嗯我好像懂了點什麼 那以外型來說啦 絕對是Studio Series這一款比較符合 電影裡面The Fallen那個形象 但是以玩具的角度來說呢 我反而覺得舊款的這一版 完全不輸給新版的這款 不知道各位是怎麼看的 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接下來我們拿出一樣是電影第二集的 Megatron 再來是這個Starscreen 那這個電影第二集三巨頭就這樣子都登場了 擺在一起看起來還是相當不錯喔 滿滿意的 最後我們再拿出我們的天火柯博文 我們的大哥永遠的大哥 大哥之中的大哥 Optimus Prime 在電影第二集The Fallen 它擁有無窮的法力 超屌超強超怎麼樣的 結果呢跟大哥打了兩分鐘就被打掛了 真的是叫人鼻酸啊 好那這些玩具的比例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這款Studio Series的The Fallen 載具型態其實沒有什麼好看的 等於是送的 官方說它是載具 它就是載具的這種道理 那人型的確比起舊版有更多改良的地方 還原度啊配色我也覺得更符合電影裡面的形象 不過在玩具把玩的過程呢 這個感覺是非常不好的 變過一兩次就不會想要再去玩它的那種 那作為戰師雕像我覺得絕對是及格啦 那如果是把玩派想要享受變形的樂趣的話 那我覺得這一款不會符合你的期望了 那今天這款The Fallen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朋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Cybertron 我們是自然小子的內用 Cybertron Cybertron Aý Cybertron